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非常实用的小坎儿,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毛背心,织法你已经看到了,非常非常的简洁,看似容易,只是由两个色彩的毛线组成的,针法呢,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只是普通的拧针的双螺纹,但是,里边的讲究很重要, 起多少针,向上织多少厘米,缝合多少厘米,这些都非常关键,会根据不同的体型有略微的变化,差一点点穿上去的效果就不会像模特似的那么贴合,好在我已经帮大家都算好了,在如下的教程当中啊,会详细为大家讲解,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刚刚同学们已经看到了啊,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和 我们现在讲解的这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 好的,了解我的同学都已经知道啊,我专门在国内出版这种编织类的图书和杂志的编织书作家 如果同学们喜欢的话,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把我留在这个平台,因为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抽空来给大家录制这些啊,但是没想到这样的时间会越来越多 所以请同学们一定要点赞评论一下,如果会发弹幕就更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正式来介绍它的编织方法 首先它采用的是什么啊,两种不同颜色的毛线啊 那么就要看你家里剩下的毛线有多少了 如果你觉得啊,我的毛线这个剩了一两,那个剩了二两或者三两 不够织一个小东西,但是呢又丢掉又比较浪费 织个手套嘛又绰绰有余 想织点衣服又似乎觉得不行 谁说不行啊,我们不是完成一件这样的小坎 小小的毛背心了吗,对不对 好,这款毛线的用量呢,实际上加在一起不到四两线 哈哈,很少哈 啊,纯阳毛的粗线啊,依然是这种,有四股合成的这种粗线 这个直径啊,毛线的直径是2.5毫米 纸针呢,6毫纸针啊 整体编织出来的效果呢,弹性超级好 如果你体重在这款啊,在88到95斤之间升级165的女士啊 穿着都会毫无压力,非常舒适 但是如果你的体重略重一点点也没事啊 100斤左右也能穿,因为它有着比较好的弹性 但是有些细节就要做出一个微调整啊 我会在如下的教程当中详细为大家讲解啊 首先我们把它归到一个我们编织时候的状态 好了,大家看到了吗?浅色的花式线的部分啊 是我们起针的地方 花纹整体呢是相同的同一种啊 拧针的什么呀?双螺纹 我们在织这个花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所有反针没有变化 我们的正针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要给它拧着织,整个这一行啊都拧着织啊 就是在正针的下边紧针啊 不是常规的位置紧针,而是从它后边这儿紧针 明白了吗? 整个这一行都拧着织,第二行不拧,第三行又拧 如此交替重复 能看懂图解的同学啊 大家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它的织法的图 好了,拧针双螺纹非常好织的嘛 总共我们给它起了多少针呢? 一百针 同学们一定要起一个四的倍数啊 因为每个单元花刚好是四针啊 同时注意啊,边缘的部分一定要起有弹性的 比如织线起针法的边缘的部分啊 边缘一定要记住啊 你的前三针一定要织三针正针,记住了吗? 一定要三针正针开始啊 然后呢,就是两反两针,两反两针 一直数量到这边,两反两针,两反两针,两反两针 两反两针,两反三针 记住了吗?啊 只有这样,你的边缘的部分啊 才不会由于缘织的特点被卷进去一针 所以即便卷进去一针 然后你再看啊,就是边缘这位置就很明显啊 你看似它是两反两针,对不对? 实际上你往这边掰它还有一针的 好,那么这一百针我们就往反往反向上织吧 你可以用两个色彩来织啊 圆款啊,这个灰色的啊 花灰色的这一部分的高度呢是多少? 12厘米 这一部分啊,我们织了12厘米之后 然后就改成了其他的颜色啊 其他的颜色我们一共线上织了多少? 36厘米 你看从这我们就换颜色了啊 这一部分是12厘米啊 那么织了36厘米的另外一个颜色 你看它有多高呢? 你看老是按照这个往反往反织的啊 你看一直到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啊 好,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你就可以给它收一个机器边了啊 原则上来讲 两个色彩的搭配 第一个色彩和谁啊 第二个色彩相比 它们之间是一个三倍的关系 大家要掌握这个度啊 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我们的边缘的部分 看 边缘的部分呢 它会形成一个包裹性很好的 这样一个小绣的位置啊 但是如果我们胳膊比较粗啊 或者说这款还是用于一个 稍微胖一点的小女孩织的话 那么边缘的部分啊 就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是通过啊 直接增加它的长度来决定的 因为增加长度整体的比例就不对了 明白了吗? 所以同学们在织的时候啊 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边缘 如果你想让它非常整齐 你就把第一针挑下不织 从第二针开始 这样你会形成一个非常整齐的边缘 但是 但是啊 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弹性会大大减小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边针 这些都是小习惯 你千万不要使劲勒着织 边针第一针直接挑下之后 自然的织第二针 明白了吗? 只有这样啊 边缘的部分才会相对来讲啊 比较有弹性 或者你在反面 织最后一针的时候 相对来讲要稍微的怎样啊 松一点织最后一针 明白了吗? 它是相互之间各有利弊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边缘 非常舒适的效果 很宽松 那怎样? 你这边针三针正针都要织 第一针不要挑下不织啊 明白了吗? 就是第一针第二针 都要按规律这样织才可以 这样 闭眼它会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但是啊 这儿有点略略的有点不好看 但是 好在 好在什么? 它会把这一针给它卷进去 明白了吗? 这一针会被卷进纹理里边去的啊 所以我还是比较提倡用第二种方法 明白了吗? 但是如果你要是比较瘦的话啊 可以采用第一种 就把边针挑下来 不织从第二针开始 记住了吗? 好 完成之后这36厘米 我们给它怎样? 收一个机器边啊 也就是说总体的边针部分啊 如果你想织的比较宽松 就每一行都织 每个第一针都织啊 如果你想像原款这样 那么就边缘的第一针挑下 不织从第二针开始 但是要松一点 记住了吗? 好 完成之后很简洁啊 我们就将12厘米高度的这一部分 原来这个花纹的部分啊 给它从收针的这个位置啊 也找出12厘米来 相互之间给它缝合上 从内部缝也行啊 或者直接从前面这样缝也行 到时候我会教给大家啊 这个方式呢 缝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整齐啊 你看两边都过去12厘米 相互怎样啊? 缝合 缝合好之后 看 通过它自身的弹性 就能够形成一件非常非常实用的小坎 小坎尖的意思啊 你看 这一部分刚好是领子 现在就动手 把你家里的旧毛线啊 织毛衣剩下的那一两二两三两的线都拿出来 你要织这么一件小衣服 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啊 就能够完成 好了 今天的教程很简洁啊 但是大家学到了很有用的知识 如果觉得教程对你有帮助 一定要点一个赞给我 用你的力量把我留在这个平台 继续为大家工作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